Opn Data的代表團來台灣 然後就是 三月幾個晚上會有一個 就是交流的活動 然後因為他們請我幫忙 看怎麼樣交流比較適合 那我就想說 那我們來用一個 Ignite Talk 的形式 它有點像Lightning Talk 就像五分鐘這樣子 可是它比Lightning Talk更刺激的一點是 你的那個Slice 20秒鐘會自動挑一張 所以你不能自己控制 所以如果大家有一些 Data的應用 或者是一些有趣的範例 想要跟 其實可能不只英國還有其他國家人會過來 就是國際上分享的話 那就是大概報名資訊 大概下禮拜就會公開 所以大家可以先分享一下 謝謝 再來是這個加拿大 哈囉我是加拿大辦事處的一個政治官 我叫Aaron 然後就是要推動一個在加拿大 去辦一個活動叫 International Open Data Conference 就是第三次有一個 International Open Data Conference 上次就是在美國 然後第三次就是 加拿大就是政府要主辦 是主要那個單位 另外一個單位就是 World Bank 然後他們會舉辦一個活動 然後 What is the Open Data Conference 所以其實我要一遍就是用一遍 就是用中文 然後 不好意思 然後就是 The Congress will gather experts from around the world to share best practices 基本上就是會有一些就是專家 他們會分享一些就是 best practices 就是從就是他們自己的一個經驗 就是會動 Open Day 最好的辦法是什麼樣的類似那種的 然後他們要舉辦的一個地方就是 我太火了 我太火了就是加拿大收度了 然後就是上次就是他們舉辦的 就是有超過是一千人要參加 然後如果要去就是那個網站就是在日本 就是Open Data Conference 然後為什麼就是台灣應該參加 因為就是台灣那個Open Data Conference 很大很重要的 然後就是 我覺得就是台灣可以代表是全亞洲的 因為其他的國者 比如說就是日本的 他們英文的看 真的 然後就是 基本上都沒有他們參加 因為 比如說如果他們要分享他們的經驗 可能就是有一些就是語言衝突 所以可能就是稍微有問題 所以就是我會知道是 有更多人跟台灣人會參加 欸等一下我們這有Live Street 有L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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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reet 然後就是我感覺是像是 就是臨時政府就是在兩年之內 就是他們做的都是非常好的處理 對 像就是全世界可以就是 就是當就是加深理解你們做的一些就是成就 好就是覺得就是有一個機會就是可以就是 更認識一些就是 就是Open Day的一些就是專家 然後就是他們要到 要你們就是分享一些就是一些議題了 所以如果你覺得就是有一些議題 你覺得是很值得就是討論還是 就是就是就是繼續討論的 那你可以自己就是也要提供你自己的意見 然後最有意思的是Call for Sharing 就是說就是你可以自己舉辦 你自己能夠活動 比如說如果是一個Session或者一個Workshop OK的 那就是做的方法是Panel Session 然後你可以就是邀請一些 比如說就是台灣一些專家都可以的 然後是一個小時到兩個小時OK的 然後就是你主要的是要邀請一些就是專家 就是Fortify speakers 然後就是Identify and question 就是說就是哪一些議題是比較重要的 所以我需要的是一些Theme 然後那個Theme 那個題目可以是台灣Perspective AsiaPerspective 或者就是不同的那個議題都可以的 然後就是你可以選的比如說 Health,Agriculture,Education,Environment都可以的 然後就是那個Open Data Conference 你可以去那個Open Conference Proposal那一部分 然後你可以找到那個宣情表 可是那個Deadline是對很 就下個星期了對 可是很容易的 如果有意見的話 還是有一些就是議題 你可以跟我講 然後我可以幫你做 然後就是那個網站就是在這邊的 那錢呢 這個這個我不太確定的 可能以後有一些就是 機會 可是我還是不太確定的 對,我知道就是什麼 貴啊 對 對 對 以後再說可能就是有機會 然後就是如果就是對 你自己感興趣就是可以去那個網站 或者可以跟我講話 這都OK的 就是我那個ML 好,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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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